中美争霸 第二节 这一节回来都未读讯着的 因为其实政治形势 可以说国际政治形势来说是急剧变化的 其中一个呢 就是在早几天 5月24日左右也是 也是这些时候 台湾失去了一个邦交国 就是叫做 叫做布基纳法索 布基纳法索呢 就是在西非的中间 台湾整天不见邦交国的啦 那在5月1号 他又不见了 多明尼加共和国啦 台湾就在不够一个月 就连失两个邦交国 就弹产阵 我觉得他抵他死的 就是中国呢 其实可能一早可以 我想16年之前 中国的力量已经可以说 动摇了你很多很多的邦交国 是不难的 不过当时马英九呢 对中国呢 可以说叫叫有善啦 接着美国佬可能找很多民间的组织 天天唱马丁狗的啦 那唱到马英九又说好人渣啊 好废啊 就是将这些小骨头就小事化大 那就搞到马英九的民望呢 好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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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但是现在法国呢 可能是太阳花学运那些所谓的 那些所谓的学运女神啦 原来是国妓女啦 刘桥康 那如果譬如说原来法国呢 全部都是因为 国民党对中国呢 因为太友善 美国不喜欢的 就是其实美国就好像 好像一个大魔王那样 他永远不喜欢人家 人家是有和平的 他在南北韩就不断搞事啦 这次金正恩就聪明啦 不肯见你 最后是不是见我 我不肯定啦 但是 基本上摆明就是 见了你 知道你之后肯定要插和的嘛 知道你衰格嘛 那拋了个球出来 但最后骂你衰格不见你 那我责任去了你那里 等你不见选票 就不会说见了你 亏了给你 那时候以巴和平啊 九几年 结果犹太人怎么会真心 想跟你 巴勒斯坦和平呢 好像是九四年了 九十年代 那最后 犹太人就找人杀了 那时候的以色列总理咯 跟着就搞乱局他咯 最后就那时候起了 西岸那些围墙 那不要说太远了 那但是 那些什么所谓和谈 美国很喜欢拿彩 说要去搞了先 搞完再搞散去 拿个彩 搞散了就赖了人 以巴和平那时候就这样了 那你想想巴勒斯坦 这几十年哪里有和平呢 那但是克林顿这些 都不是好人的了 做瘦 骗彩的 那当时 那但是到现在了 你特朗普 你这个样子都很坏 这个彩怎么会给你呢 在台湾 一样 北韩一样 美国就永远都不会真心想和平的了 想你中和台之间出问题 想你南北韩之间出问题 现在可以说回呢 台湾现在还有哪些十八国邦交国 亚太地区这些呢 全部都是岛国来的 那些人口都极少的了 几万至十几万之间 过百万都难了 总之那些很小的岛国来的 多明尼加共和国对面那个呢 叫做海地 海地呢 都危危附的了 海地和多明尼加呢 真是不知为什么 那个岛很夸张的 给你看看先 海地和多明尼加共和国呢 其实就在古巴隔离 但是多明尼加呢 有过千万人口 海地也是的 这个岛里面呢 大部分的人口 都是黑人的人口来的 主要都是哈 波多尼加是属于美国的本土 但是又做不到个州不湯不水 看来呢 就 海地呢 就很危危附的了 就是随时会散 最近呢 又会风声鹤雷在台湾 那呢 就说呢 红都拉斯呢 就可能都会收工 但是其实红都拉斯呢 又是一些呢 不够千万人 但是都几百万人口的大国家来的 那里加拉瓜 我其实告诉你 是很危险的 和巴拉圭都很危险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呢 在那里一路一带呢 其实会对这些国家呢 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而最危险 其中我觉得比较危险的国家呢 就是 尼加拉瓜 那为什么呢 他呢 中国就说了一个计划 一个民间组织 但是我相信和中国政府有关的 他不认而已 他就说要建一条尼加拉瓜的运河 这条运河是停了的 尼加拉瓜又不是中国的邦交国的 那现在一样东西是停了在那里 究竟为什么停在那里呢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尼加拉瓜呢 想建这条运河呢 运河你都知道的 大工程来的嘛 现在说四五百亿的 建一条运河 因为中国成为世界 重要的经济力量 那条巴拉玛运河其实不是很够用的 那你建多一条运河呢 其实未必说真的对 对巴拿马有这么大的打击 那如果我这么说的时候呢 尼加拉瓜呢 开多一条运河呢 其实都是地理上很重要的 因为可以促进到 南美洲的东岸这些国家 就不用在巴拿马这里堵住在那里了 那就可以多一条运河 容易和中国贸易了 现在就说了 尼加拉瓜和红都拉斯呢 都有危机的啊 未来几年呢 其实呢 很多国家都有危机的了 那海地呢 红都拉斯呢 尼加拉瓜呢 尼加拉瓜呢 巴拉圭 这四个呢 可能我想 未来一两年之内 蔡英文任期还有两年而已 那这两年之内 也很高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巴拉圭呢 其实一路一带呢 有很多投资的 那呢 其实可能也有一些叫 两阳的铁路呢 讲了的 比如说有一条呢 就是里约列内奴 经过波利维亚呢 入秘鲁 但是有一条中线呢 经过巴拉圭呢 和这个 阿根廷呢 入秘鲁 当然啦 一条南线就可以是说 由 布尔诺斯艾利斯 即是阿根廷的首都呢 或者是 烏拉圭呢 又是起过去 圣地亚哥 这样 所以呢 其实巴拉圭呢 都希望 吸引到这个投资的 他旁边的所有国家 都是中国的盟友 如果 他继续跟台湾 去继续做这个邦交 那那个基建 会不会就 避免了 不建立去巴拉圭呢 结果 就会是巴拉圭都会坏的 但我要回去 讲一下 其实刚才那个西非国家 这个呢 就是 布基纳法索 布基纳法索 你会觉得是很不重要的一个国家 那但是他不重要还是不重要 我都要告诉你 原来他 他是挺重要的啊 原来非洲呢 有很多国家呢 他是没有自己的货币的 原来有叫做西非法郎的东西 那现在这里呢 这堆绿色的国家呢 就用西非法郎了 现在这堆国家里面呢 只有呢 刚才这个布基纳法索呢 之前是不是和中国建交的 那现在呢 这个法语的非洲呢 西非呢 最后一个国家呢 已经都和中国建交了 那当然这堆 中非法郎 都是全部和中国建交的 我说这件事给大家听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些国家呢 就是传统和法国的关系很亲的 因为在中国的投资啊 一路一带啊 基建啊 铁路啊 公路啊 还有电厂 各方面的建设上面 他令到这堆国家呢 真是都很想中国帮他去 起这些东西 就集体投共 那这个是事实啊 连最后一块 这个布基纳法索在这里 都全部都投向中国 就希望就是争取多些啊 基建 那台湾可以给到别人的什么呢 现在中国就在整个非洲插满旗了 那刚才那个图 这个尼日利亚呢 不在里面 但是尼日利亚呢 是有差不多近 近两亿人口的 成为非洲最重要的国家 但是呢 现在尼日利亚里面呢 有一些的石油 他已经是完全愿意 用人民币入石油啦 跟着从中国呢 做一些 currency swap 就是说做一些的 货位互换 那整个非洲 已经全部 谈到去中国那边 剩下一个国家而已嘛 剩下这个什么 史雅 帝尼 史雅帝尼在哪里呢 史雅韦尼在这里啦 就在莫山秘笈 和南非之间夹住 近近地 约翰内斯堡啦 但是这个思维是难 可能中国的力量都没完全进去啦 所以他就可以 不打算和 和中国建交 但是很现实的一句 刚才看到那个 斯威士兰那个 那个国家呢 是落落国家 但是其实他呢 离开海岸线是不远的 很多时候 你看到台湾那些邦交国呢 都是有美国的力量的影响的 这些国家呢 就是因为呢 就是美国 可能在太平洋走来走去 在地中海走来走去 他们呢 就觉得 美国叫他和台湾保持着邦家关系 让台湾没那么丑样 那但是现在 这些国家都会因为中国的经济力量呢 就逐个逐个背叛台湾了 就不理美国 那这个都是一个美国力量衰弱的一个指标来的 所以 不是说笑的 我相信 刚才数了那四五个 南美洲国家 呱呱地 其实斯威士兰 现在另一个逆法 什么史阿帝尼 或者是这大堆 这个拉丁美洲的国家 南美洲唯一的国家 巴拉圭 我觉得都不是很看好的 那现在我这样数呢 其实 有四五个在未来两年打柴呢 我不是很意外 真是 这一节呢 另外呢 我都需要说一说另一样东西的 其实呢 那些人呢 就会说呢 其实有很多呢 国家呢 就很不行了 最近 就是美元强 和这个呢 油价呢 同时一起升 是不是这个是 美国一些新的 货币战争策略呢 因为有些国家 其实真的 立刻都很叫不行了 哇 你油价又强 美金又强 那我怎么办 那所以印度 走去中国 挨契弟 做货币换换 草子换人仔 希望拿些人仔买石油 救命 那印度就不敢 也文也武 哈 当然啦 就是 对一些弱的国家来说呢 美强和油价强 同时出现呢 是很有伤力的 那但是我可以这么说呢 但是传统 美国的做事的方法就是 美元强呢 油价是要弱的 美国的做法哈 要是呢 美元弱就油价强 你明不明白为什么呢 因为美元弱呢 是一个通胀的力量 油价又同时的商品一起升呢 又是这个是一个通胀的力量 那个通胀呢 我们叫做热搞杀 就搞到全世界呢 就经济过热 或者是那些东西呢 贵到发癫 跟着呢 那些穷的国家呢 就立刻就会 躺下的 收工的 那是一个 冻搞杀 冻搞杀呢 就是说 美元呢 很强 那美元强 是一个通缩的力量 再加呢 油价超低 那 又是通缩的力量 就冻死人 搞到很多呢 那些大国家 譬如说 中国啊 或者是 德国啊 或者欧洲国家呢 全部就 叫苦连天的 那这个呢 我想 中国里面的人呢 是真的这么说的 就是说 2016年头之前 那几年 美国玩这个强美元 再加 油价低呢 令到全世界呢 就好像真的 全部跌了下去 一个冰封的世界 但是现在你美元又强 但是油价又强 变成了呢 就是 两股自己打架的 就是 油价呢 就是一个通胀的力量 那跟着呢 美元强呢 一个通缩的力量 互相抵消了 那对中国 和对欧洲呢 其实就没有什么 产生了什么危机 用货币战的角度来说呢 基本上就不是策略 你是弄死了弱的国家 但是对中国呢 和德国呢 就好像很舒服 你搞吧 那又 伤不到我 那样 形势是这样的 所以呢 其实呢 就 这个是一个怪的阵势来的 一些看法呢 就是说 原来呢 美国根本现在对油价的控制力呢 是消失了 他想油价跌的时候 那根本那些大部分那些石油那些操控国在俄罗斯呀 在伊朗呀 伊拉克就亲了伊朗啦 那变成了这些国家 或者是譬如说 中国 甚至就说可以力量走到去 尼日利呀 安哥拉这些主要的 非洲石油生产国 整个国家都说用人仔 你搞伊朗核血异的人 更加恨你 觉得你美国呢 就好像就很霸道 所以呢 其实现在油价呢 就不是很听美国佬话的 那沙地阿拉伯呢 就其实 更加就是 见到的形势了 趁机油价高 去赚钱的嘛 我帮你美国压低了油价 那但是 你压低油价 我自己都伤的嘛 不过那时候你恶 2016年头 15年16年 之前那几年啊 就是2013 至16 哇 有几年真的 因为强美元再加 低油价 那沙地阿拉伯 犧牲了很多都好 那但是为了长远 大家的联盟与霸权 那他就帮你而已 但是现在沙地 看到你美国 对世界的控制力 起码油价那方面 就不是那么强的时候 他就想推 那可能美国有些势力都会觉得 我压不了低 我顺着势去推 所以出现了一个怪阵 美元强 又加弱强 这个代表着美国 已经是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 的衰弱 现在这个是特别的形势 如果我去讲一些贸易战的话 其实现在 美元好像是强强的 如果美国在贸易战上 真的真的跟中国玩东西 中国呢 现在可以有足够的子弹 是可以打死你美元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开始 中国可以 大宗商品 好像 铁 那些 可以 已经是可以上海里面做一个 做国际的交易 那些钢和铝 都可以 那就是说 其实慢慢就用人民币去计价了 那些钢和铝 等着石油 可以用人民币去计价了 现在是逐步逐步 人民币的国际化 已经逐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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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那些金银和铁石 那些的美金 已经用人民币买了 那现在手上的美金 可以拿来做什么呢 就扔你美国佬 打垮你美元强势 那你想着 美元强势 吸引人家去买美债 如果中国去扔你 那你就成身屎了 那当然那个 博弈 最后强与弱 我未必说我 我是平民百姓 不是我什么都知道 但是中国 既然已经发展了这么多 人民币计价的系统 无论是钢品 石油 或者是金银和碟石 又或者是全世界 已经有一些人民币的 国际交易系统 CIPS 那所以呢 其实现在形势上 不是中国在弱势上 绝对不是的 但是当然要看看形势 最后 结果是怎样 六月而已 下个月就开牌 那我们看看怎样 拭目以待 但是我对中国 都比较信心大些 因为 最多是捱几年苦 但是捱完几年苦 美国是应该成身事 好 下一节再回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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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